各位朋友和弟兄姊妹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麻雀的故事 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 这样来表达平安的一幅图画 在画的当中有一个大的薄暴 大薄暴的流水有如万马奔腾 空涌而下 当时天上黑云密暴 倾盘大雨 并且有雷电交加 但是在薄暴的旁边 有一个雀巢在树枝的上面 而在雀巢里面的雀仔 正在妈妈的怀抱当中 非常地安长来熟睡 这一幅就是真正完全毫无挂虑 而充满了平安的一幅图画 2020年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年 整个世界都因为今次那个疫情 而变得不再一样 在最近大家可能都会听过一个叫做 新常态的名词 意思就是用一种不同以往 新的生活模式和思维 来适应新的一种趋势和环境上的改变 例如对一些退休了的人士的影响 一般旧有的常态 就是自己经过了这么多年 新努的工作 所以在退休之后 每年就要来安排最好有一两次的旅行 你都尽量来享受人生 但如今却是受到疫情那个的影响 而不可以再来到如愿以上 而对于那些已经安排了结婚的青年男女 原本他们很希望自己将会举行一个梦幻式那个的婚礼 但很可惜今次受到疫情那个影响 结果那个婚礼最后要被逼在自己 或者在亲友的前院或者后院来到举行 而不可以来到实现到自己那个梦想和心愿 有时真的感觉到有点美中不足 受到今次疫情的影响 连小朋友在以往九月份正常的开学 在这个时候父母也都感觉到非常之困扰 不知道应该好不好给小朋友继续的来到上学 还是说继续的留他们在家里 来到在网上学习 不知道怎样来到做一个最好的那个的选择 在这个万变的世代当中 人生难免都会有很多的事情 要我们来到牵挂 而感觉到非常的无奈和无所适从 虽然世事常变 但是上帝对人的爱 却是永远都不会改变 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位昨日 今日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 耶稣是我们的盆石 也是我们的避难所 更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 随时那个的帮助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 这样说 他说你们看一下 天上的非鸟也不中也不收 他也都不会积蓄任何的食物 在这个的仓库里面 但是天父尚且来到眷顾他们 养活他们 你们岂不比 非鸟贵重得多吗 我深信 看顾小麻雀的神 他也必定的 来到去看顾你和我 那个的需要 所以 认识和信靠 这一位能够赐人 有真正平安的主耶稣基督 才是我们在人生当中 最重要去做抉择的一件大事 很多时候 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 我们迟迟都未能够 来到适应和有一个突破 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当我们面对 这个挫折的时候 我们非常之 仍然的很固执和很倔强 而不愿意来到去面对 和接受改变 结果令到自己和人的关系 越来越疏离 并且又和社会来到去脱节 各位朋友 盼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你人生的救主 因为耶稣一定会赐福给你 有一个真正平安 和有一个喜乐的人生 如果你想有这份真正的平安 和喜乐 我很想能够为你来祈祷 求神将这份平安 和满足的快乐 马上就可以来赐给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打电话来到 416-754-3308 内线308 和我来到谈谈 我期待接到你的电话 来到去为你祈祷 愿上帝来赐福给你